第九题如右图电路开关可选择接上夹以柄三点其中之一以控制灯包的亮度试问开关接于核点时电源所提供的功率较大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利用所谓的宠提供等于总消耗我们直接看我们店主的消耗 电阻的消耗我们怎么接我们都接在同样的电源上我的电压是一样的所以根据公式P等于V平方除以R我的电压一样 所以我如果电阻比较小我的功率就会比较大总消耗大就是总提供大这里甲的电阻最小1欧母所以我们接在甲我们所产生的功率呢就会最大 我们所提供的功率会最大或者我们来看电源电源的电功率要用P等于IV 那么我们公寓的电压是一样所以我们就要看I要大还是要小 那么这里是我们整个是一个串联电路电流相同 那么根据我们的公式V等于IR我提供的总电压是一样的 如果我的电阻比较小的话我的电流就会比较大 电流如果比较大我所产生所消耗的功率就会比较大 所以呢这里1欧母是最小的所以1欧母所需要提供的功率呢是最大的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答案都是1欧母第九题问我们说 电源所需提供的功率较大我们答案选的是A甲